大家好,今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英国周末或假日的好去处 因为很多移民来到英国的家庭都是一家大小的 有时要安排假日的活动都挺想路跟的 我自己和家里的小朋友都比较喜欢一些历史和军事的东西 所以我们最近去了两个博物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两个博物馆里面有什么好玩 有什么好看的东西 这两个博物馆都是和战争有关的 除了因为我们喜欢看这些资料之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最近11月11日 就是我们这里的Remembrance Day 就是纪念以往在战争上付出的一些人 他们的一个纪念日子 正直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就特意去这两个博物馆 究竟是哪两个博物馆呢? 这两个都是在伦敦的 第一个就是Imperial War Museum 就是一个战争博物馆 而另一个就是Royal Air Force Museum 就是一个皇家空军的博物馆 先讲讲第一个就是Imperial War Museum 说到战争博物馆有什么看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飞机大炮 这张照片也看到门口放了两尊大炮 当我去的时候,确实也看到很多人 喜欢和门口这两支大炮拍照 其实除了大炮之外,还有什么呢? 例如有些飞机,坦克也会看到 而且这些都是一些实物来的 即是一些真的 曾经上过战场的一些真正的军事的装备来的 不是一些模型来的 另外大炮当然会有的 新的、旧的都有的 另外就是这辆车 这辆车挺特别的 其实它应该是路透社的一辆採访车 应该是真的去过战场上做采访的 所以都会看到上面是 车头玻璃都已经碎了 另外这辆车都有很多伤痕 给到我们一个感觉就是 很辛苦的一些忠实 为我们去报道战争的实况的一些传媒 一些记者他们遇到的一些威胁是怎么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挺有趣的展品 另外一个大型展品 真的也是上过战场的 是哪一个呢? 就是现在看到这辆船 这辆船 你看到可能好像觉得很世界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它的特别在就是 它曾经参与过邓扣克的大撤退 如果有印象 大家都可能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当时就是 英法的军队要在邓扣克这个地方撤退 当时除了一些军方用的船席之外 其实很多民用的船席都有参与这个撤退行动 而现在看到这一架 摆在现场的展览的展品 就是其中一架最小的船 你看到这么小的船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就是用来做搏脚的 就是去到潜滩那里 接着一些士兵 然后再运送上一些军方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船席那里 那这个也是一个挺有趣的展品 让我们看到当时 究竟参与战争的时候 不单是军方 其实民间都有很多力量一起参与的 那除了一些大型展品之外 这个博物馆其实有一样都挺好看的地方 就是其实它有很多一些影片 那有些真实的纪录片 去看回当时的人的一些情况 一个社会的现况 那譬如说呢 这个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社会的现况 那么这个影片 让我们看到一些当时发生的什么事 那其实这些影片 我自己都挺喜欢看的 通常在这个展观里面 都会站定定看完为止 因为我们现在很幸运 我们身处在这个比较和平的年代 那但是通过影片 就可以看到以前 发生了些什么这么淒惨的事 那这个也是展览里面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元素 那另外这个影片 就比较特别的 说的是 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巨头 就是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另外就是 苏联的斯泰林 和英国的Churchill 就是这个邱吉尔 那就是这三个巨头 怎样合作呢 就是盟军去到 一起去到反攻 和去到最终胜利 赢得这个二次大战的胜利 那也都有一个短片的介绍 这三个巨头的情况 那另外有一些 体验式的一些展览 例如说这一个就是 展览场里面 是真的 建了一些很高的墙 就好像模仪 就在战壕里面 两边好像有一些泥的 做的一些 长身 好像战壕那样 再加上现场有一些声音 好像有一些飞机 你经过一些炸弹 在附近爆炸的声音 然后还有一个投射画面 就会见到像这个 那样 见到战壕里面的士兵的情况 比你好像亲历其境 那样进入了一个 战壕的环境里面 去感受一下 当时的士兵面对的环境 另外也有一些民间的体验 当时在英国的东南面 尤其是伦敦都经历过很多轰炸 这个展览也重现了当时的民居 里面的情况 例如说家里有些 处起什么粮食 和民众是怎样准备去度过这个轰炸 另外也有一个重造出来的一些民间 一些人自己造出来的shelters 一些躲避轰炸的地方 譬如像画面见到 这个就是其中一样 另外一些比较小的展品 像这个 其实就是说 德军他们用的一个 编码和解码机 叫Enigma 就是去到一些秘密信息传递 用它来编码 收到之后用它来解码的一个机器 英军就想尽办法尝试去破解他们 于是就找了很多数学家 一些密码学家 一起去研究如何破解 另外一个展品也挺有趣 大家看到这两张照片 一男一女 都是一些有参与破解 德军密码的一个秘密基地里的成员 最后这两位男女最终还结了分 可能是一个战争里的浪漫故事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小型的展品 例如一些 poster 一些海报 另外这一张也挺有趣的 就是说的是整个大兄弟国 在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究竟在不同的一些联邦里面的地方 拿到什么支持 这里你会留意到就是有这个地方 Hong Kong 原来香港那时候 都有财政上支援的 这里看到有一个细致 就是立法局 Legislative Council 捐款得受10万元证 就是给大英帝国政府去支援这场战争的 另外其他战品 这个也挺有趣的 就是一些防毒面罩 另外这些小旗 就是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就有人在街上去卖这些旗 都是一些有参与战争的一些国家的国旗 这个就是另一个纪念品 就是Popular Peel 现在大家在Remembrance Day前后 都会看到很多人戴着 比如一个胸口的金花 这些是叫做鵬叔花 另外有些可能是手带、手环 而这个画面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1921年就是第一代的 这些Popular Peel 样子是怎样呢 有个实物摆出来给大家看看 除了在欧洲或者尤其是英国 牵涉到的战事之外 其实它都有些其他地方的展品 例如这些 大家看到的就是日军 为了支援一个战争上面的开支 而发行的国际的宣传海报 以及他们的如何计划去到攻打当时的中国的一些宣传的文章 或者一些文件 海报等等 也都有很多这些不同的展览的一些展品 是给大家看的 而另外这个展览呢 除了有讲战争 即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其间发生的东西 也都有提到战争之后发生的一些事 而影响力当然是怎样呢 例如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当时 Wincent Churchill 即邮吉尔想他的政府争取连任 而另外对手 Labour那边 也是有宣传海报的 放了出来给大家看的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印象 就知道最后邮吉尔这边是惨败的 在这个选举里面 除了西方 其实东方都有 例如他也提到就是说 亚洲就开始有这个共产主义的崛起 那么大家见到这张海报 都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了 那么你可以见到 其实这个展览场地 这个展馆 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看的 有不单只是说英国本地的 也都是有一些其他地方的 战争相关的东西 另外就是一些大型展品也有 小型的也有 也有一些体验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 去看一看的一个战争博物馆的 那这里先买一买广告 如果你是未订阅我的频道的 欢迎你按订阅这个按钮 按下旁边的钟 就可以收到日后最新的影片通知 也都欢迎你给个like 和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的 除了YouTube之外 我在Facebook和Patreon都有专页的 上面有比较多些资讯的分享 例如说一些学校的资料 一些移民来到搞手续 整个过程是怎样做的 很多一些分享的 如果有用这两个平台的朋友 就欢迎上去看看 接着讲的就是这个空军的博物馆 里面当然空军有飞机 一进门口就会见到这一架飞机 这个是另一个角度看 叫空军博物馆当然有很多飞机 来一些比较旧的飞机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个展馆 有些不同年代的展品 例如大家看到这个很大的展馆 里面有很多架飞机 好像一个停机库 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战机 有些是放在地上 有些是吊上天花板 如果想看一些近代的都有 这个就是另一个展览馆 在香港里面有很多比较近年一些 新式一些的战斗机 另一个角度看 都见到很多不同的飞机 除了远观还可以近看 有些是可以走上去看到 实际上面的驾驶仓的样子 如果是军事迷 应该都会很开心 这个就是一个直升机 救援直升机 另外有运输机 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都有 有些可以进去看 有些是免费可以进去看 另外有些就要付钱 但是真的可以坐上去 好像自己化身为 这个战斗机机师 去做一个体验 也有的 那些是战机 比较近代一些 也是一样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它的内装 它的驾驶仓是什么样 可以看到的 除了去看之外 其实还有些体验性 例如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模拟器 坐进去之后 就是这样的 前面就会有一个螢光幕 就会播放一个影片 就是一个真实的战斗机 上面拍摄的一个主观角度的影片 而最特别就是它是会会动的 例如当那个战斗机 向左转的时候 向左倾斜的时候 这个整个模拟器都会向左倾側的 变成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好像在一个战斗机的机舱里面的一个感觉 最重要的 都想跟大家带出多一个讯息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去看历史 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这些博物馆 引述一下这个 就是画面看到这个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武志明 其实它说的大致上意思就是 其实很多一些前人 他们在战争里面的付出 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他们当时付出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明日 我们的未来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可能很开心 很幸福 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 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到一些 我们自己觉得住得很开心的地方 一些令到我们觉得 是很好的地方去居住 小朋友好好教育 各种东西都好 但其实这一切一切美好的生活 都是前人他们付出很多 甚至是牺牲而换回来的 这件事呢 就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 而且就是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 对于曾经付出过的人 都是给我们一个 我们的纪念和尊重的 这个都是小小想和大家分享的 一个感想和一个讯息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 我的简单的简短的分享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一些 其他英国的介入好去处 多谢你收看 拜拜